特别提到 当然最常用是Virial函数 当然其他可以用这几个函数做辅助 如果这个不 ok 那你可以用这几个来试试看 我今天也可以 我刚刚是用Virial函数 刚刚公司在这边 那定义名称 这顶端列这个我刚刚有试过 给各位看 像他清单建立的方法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可以下拉 那这边按F3 那除了用Virial函数之外的话 各位也可以用Lookout函数试试看 不过我用过感觉好像没有Virial就方便了 所以我这边就不demo了 因为变成你要自己再去修改那个公式 所以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那Index也可以 只是Index好像复杂度又会比Virial更高 所以这个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一般Index 有的时候还配合另外函数叫Match Index配合Match 那这两个搭配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要查的资料不在第一栏的话 有没有 如果像编号 刚刚我们要查的编号在第一栏 可以用Virial函数 但是如果你要查的资料 他的位置不在第一栏 那你就要用Index配合Match 就可以不一定是在第一栏了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用Index配Match 那你就写Viva吧 写Viva就不管哪一栏 反正你任何栏我都可以帮你查 弹性是最大的 OK 然后另外还有像Indirect 其实Offset也可以 偏移 只是Offset我觉得有点太 怎么讲还要算那个相对位置 有点可以参考 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方法 Index也可以 这边也底下 那这个我就不demo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做看看 当然如果说我们用Viva也可以 会不会很难 不会 其实主要什么 跑个回圈 做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如果是的话 就把资料带过来 最后就离开For回圈 就OK了 那做法怎么做 特别注意 其实我在demo给我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刚刚的Vran数 那我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要查 查什么 查001 按一下查询 自动帮我把资料带过来 吴博威 这几个 他就全部查过来 那如果今天要查谁 查002 查询 张贤雅就带过来 那其实怎么样查 逻辑很简单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第十列 然后if 这个储存 Sales i 列的 A 栏 如果等于这个 这个叫h h range的h3 如果两个match的话 这个match没有 这个match没有 然后就帮我把 他的同一列 第四列 的b 栏 c 栏 d 栏 那依然放到 哪个h的什么呢 h应该是4567 有没有 有点像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的意思 那复制的话就是什么 写的位置后面要 后面是来源 前面是你要复制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你变成说这个要写到前面 这个要写到后面 前面有做蛮多的 就是这样就可以写完了 怎么写 大家带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还蛮 为什么要学VBA 其实很多地方 你会待会有他举例子 很多地方 可能函数没办法升任的 没办法查 这个时候 只能用VBA了 而且还蛮多例子 很多地方真的就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函数查询 那就只能用VBA 所以如果你会写VBA 那问题就得到解决 怎么写 1 所以我刚刚讲 我们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一样 按照那个步骤 2的话你就是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我刚刚已经插入这个模组 3的话我就怎么样 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sub sub名称叫查询 查询的话 你就把它Enter 它就出现了 那再来怎么 写一个for i OK for i 我先把这些中间这一段先拿掉 中间应该都一样 for i 等于3到10 nest 这个写过n变 if 哪一个呢 sales的i列的a 如果等于哪一个呢 range 的h3 如果match 表示说这是我要找的编号 那我就怎么样 把我要找的从找到 比如说我要找002 那我要把这个放到这里 这个放到这里的话 怎么写 如果你会的话 表示你其实它都差不多了 那当然你前面应该写要放哪里 放哪里放这里 这个的话是什么 h多少 h4 所以你就写了吗 range h4 其实比较聪明的办法 这样子 我习惯了 然后把它拿来改 h4 然后从哪边得到资料 等于 哪一个 这个叫什么 sales 其实就是拿这个来改就好了 sales的i列的b栏 你就拿这个改 把这个改成b 不就好了 这样子 就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还有总共有四个栏位 所以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 再copy 贴一下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这样 OK 然后这边改的什么 4 5 6 7 应该 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 然后把这边改什么 b c d e 有没有 这样子 程式就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没有说太新的东西吧 都是前面讲过的 OK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run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 假设我今天是003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run完之后 它不会马上出现 你必须要去执行一次 或者是说你要按个按钮 吴丹亚 有没有出现了 没问题 OK 然后这边的话004 再按一下 有没有 张宏才就过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会用b团数 你用这个方法也是OK的 有没有 而且甚至 其实一个罗伯一个坑的对照 应该没什么太复杂的 那顶多是说 我在云端上面有多放了一行程式 叫做Is this sub 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写不写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理论上写会比较好 为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编号只会找到一个 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之后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继续跑回圈了 有没有 比如说我找004好了 那如果4找到了5678要不要跑 不用跑了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编号004 不会有重复的 所以如果你不加 它等于是说继续比对而已 那比还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跳铃跳铃跳铃 但是感觉上虽然那个什么 跑起来会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 可是多花多少时间 大概百万分之一秒 OK 所以假设四个就百万分之四秒 其实是痛不痒的 所以如果你不写这个 倒也没关系 只是写会更好 表示你是观念清楚的 如果你没写也不影响 OK 这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至于你要不要去记啊 这个我觉得倒也是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为什么 我有些东西尽量就不要写 因为写的如果不痛不痒 那写的等于没写 那写的变成多写一行 多写一行 有些同意就会多一个困扰 你怎么多写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的 OK 那不过我有写我就一定要讲 也就是说你只要每个地方都是彻底了解的 那你写程式就会是很确定的 也就不会写错了 应该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吧 OK 所以你把它稍微变化一下 也不就可以做很多的查询 如果你今天假如你的编号不在A栏的话 那没关系啊 你在C栏没关系啊 你其实怎么样把这个Sales ID的什么 A栏有没有 你把它改成C栏就好了啊 有没有 不管他这个哪一栏都可以查 所以哦 VPA的弹性是最大的 另外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OK 但是问题哦 这边有一个地方不OK 因为你必须怎么样 你要再点一下 然后才能够再按查询才会出来 那可是我希望哦 可不可以不要再点一下这个地方 它就自动出来呢 也就不要这个按钮剪下 点它 它自动可以跑 哎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类似的东西 就是说 呃 它这边会牵涉到一点 就什么 就是所谓的 呃 哪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然后发生的刚好就是这个除纯格 它就会触发一个动作嘛 那这个动作呢 你就去执行刚刚的程式就好了 嗯 就是用Core啦 Core查询就可以了 哎 可是问题这个概念要如何实现哦 我大概跟各位讲 就是有点像那个除纯格 被触发的那个状态 那首先第一个 如果要实现这一个动作 一 你必须先在那个什么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那这个动作特别注意哦 之前是visual book啦 可是刚刚那个动作是在这个工作 哪个工作表 特别就是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程式要写在 当这个工作表的 H4的除纯格 所以哦 这个工作表 所以程式记得要写在这里 写在哪里 一请你先点选这个这个工作 lookup工作表 点两下 二的话呢 当这个工作表发生改变 不过你会发现它的事件 它叫selection change 可是我们应该 我们不是要selection selection是选举区啦 可是我们实际上不是选举 记得一把这个工作表的事件 叫做change改过 改成当这个工作表 它的除纯格有发生改变的话 底下会有两两个 两个change在这里 物件发生什么变化 那不是这个 所以这两行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只要这个除纯格有改变 它就会回报了 这个工作表 那哪个工作表 它会用那个 用这个target的这个参数告诉你 所以我们做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我只要h4 if什么 if这个地方target 这个比较特殊的 target的这个 哪个除纯格 target这个除纯格 那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 储存格位置 所以里面有一半点之后 会有一个位置 叫address address就是它是哪一个 我要查如果说呢 它如果这个位置 是等于多少 h3 有没有 我们要确定是这个 如果h3 这个除纯格变动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输入h3 而且是绝对位置 所以前后都要加前的符号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的写法 如果 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小记一下 then 然后也就是说确定是h3的话 我才做后续的变动 然后后面加endf 如果确定是h3的话 address变动的是它的话 那做什么就call刚刚的那个查询 所以我刚刚那个模组名称叫做查询 所以这个模组我就call它就好了 所以把名称带过来 放在这个call的后面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他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ok呢 接下来试了就知道了 点一下找001 当他change的话 有没有 吴伯威就出现了 当002 张贤雅就出现了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等同是他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这个地方 他的位置一定是写在 这一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就是你现在的工作表 那他对应的方式一定是 括弧里面这个名称 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发生change 他会用target告诉你 那我们去target的他有个属性 叫address 查一下是不是h3 是的话就call查询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 应该没有复杂 程式都不多 只要把它记起来 以后就大概差不多的方式 变化一下 你就可以在很多地方 用到这个方法 不用写任何函数 因为如果你用函数 你会发现你要写很多函数 这个是万用的 他等于是 只要你刚刚那个范围 他就会自动去检查就好了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写的东西 其实云端上也有 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的第五个单元 的第十一页 刚刚这边 这个是我刚刚写的 查询 而且public不写没关系 然后事件驱动 就这个 刚刚写的 我是写在这一个 理论上是这一个 wallsheet change 如果在h3的话 call这个查询 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写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